《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在7月沒多久前前立 有一樣東西很奇怪 如果大家有理解中國共產運動的發展 通常一些所謂黨領導人的思想 成為他們黨或者成為國家 成為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 它不會有加一些額外的東西 例如我們會有毛澤東思想 我們會有鄧小平思想 當然之前有所謂江澤民思想 胡錦洋思想那些就算了 不入流的那些都作為人有我有 我要吃主菜 他有主菜我也有主菜 但為何習近平成立中心是以外交為主 為何不是一個內政 或者不是單叫做習近平思想 其實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始終習近平 其實當他未上位的時候 也都做過福建省書記 也都做過一些跟兩岸有關的事 所以不少他對於外交方面的懷面 或者對外交方面的執著 其實都會覺得外交是一個很重要的步伐 第二件事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最近一年 整個國際環境逆轉 以往因為要賺中國的錢 拿中國的市場 中國成功拒賂不同國家的政要 金融機構的高層 甚至一些大的企業 然後利用他們的關係 叫他們在中國設廠 然後偷了他們的技術 科技 或者甚至所謂以 在當地國家投資基建 通信為名 實際上是拿當地的資源 拿當地的一些國家安全的機密 或者甚至是腿怒當地的官員 令到當地的官員聽中共指示的話 慢慢當這些事件逐步逐步揭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朋友都會發現 原來中共是一個全球的道德威脅 全球秩序的威脅 當然這個威脅 比起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那種軍事威脅很不同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威脅 是不明以這個熱戰 用這個船兼炮力、武器 或者一些殺傷力 或者毀滅性的武器 來進行它一個侵略的部分 但今次中國作為一個 全球道德秩序威脅來說 它是利用一個軟術力或者銳術力 其實很多西方的學者 已經提出sharp power 或者sharp power 這個術語 來形容中國那種擴張 所以當譬如說有些國家 德國仍然 這個默克爾 仍然都想著這麼貪心 一邊就說人權、自由 一邊就想賺中華人錢的話 其實都慢慢受到歐盟其他國家 是施加壓力 甚至美國都已經說 要撤出在德國的相關軍事設施等等 於是再加上 如果再加上當地的一些公民組織團體 發現到德國所謂吸引中資 其實只不過就是德國高層官員 或者他是商人 利用這種關係獲取巨大的利益 金錢利益私商授受 但是根本所謂幫德國搞好經濟 其實是一個謊言的話 可能其他國家都會加入這個聯盟 針對和對付中國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其實這個中心對於這個領導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急切 非常之需要的一個組織 去研究策略 當然第三個月 也是滿足到這個領導人本身的一種慾望 滿足到領導人 希望有一套思想可以流傳萬世的一個想法 當然大家都會留意到 可能相關中心成立 請到王毅作為一個發言 當然王毅在外加上 如果你比較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可能類似朱鎔基那一類級數的 王毅基本上已經排落十筒 但問題關鍵就是 可能王毅本身 有去過聯合國或各方面 好像似乎有所謂的外交手會 但想一想 如果想回一些疑惑 在北京政府熟悉外交的人 他不會用一個文革 紅衛兵的面紅 和外國媒體進行溝通 或者受到訪問 或者對外發言 當然 再加上 其實 即使你說沒有這個外交戰略的一個研究中心 其實這個中興政權 早在由陳奉富珍時期 利用香港作為白手套 去控制這個國際衛生組織 所以這次整個國際衛生組織 面對武漢疫情全面失敗 其實都有跡可測 當然再之前有所謂國際刑警 或者一些人權委員會各方面 中方都嘗試利用非洲的那幫窮兄弟 作為代表去控制 但慢慢大家都看到 如果聯合國只是一個 紫路虎式的一個 國際維持和平秩序組織的話 慢慢隨著 可能不同國家退出 不同國家脫離開這個組織 慢慢這個組織 變成另一個國際聯盟 似乎是無可避免 當聯合國國際聯盟化的時候 即是Nation的時候 在這個時代 新的國際秩序 隨著中共對全球的影響力 慢慢在接著的5到10年裡 會慢慢建立 究竟是否一個舊的模式 用美國做大佬 作為一個管治全球的組織 還是其實這個全球組織 基本上已經沒有大台 或者全球和平組織 在國際關係的理論 國際關係歷史已告一段 因為一個組織 根本不能處理屈涵蓋島 全球國國 因為他們的面積 他們的影響力 或者甚至他們的國家利益 不同的主張 而有一個平台可以處理所有問題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華春妍和趙勒堅 很多發言人 是過去一段時間的發言 被人笑為戰狼的外交 為什麼財政權提出 反而實在是一個外交 財政權是一個外交的研究中心 這是否一個很鮮嚴的聚體呢 反而是甚麼 當然大家有留意到就是這個外交研究中心 比較起中方發言人華春瑩 趙雅堅 甚至之前的一些發言人那種 有人會用戰狼式的外交或列戰狼式口吻 作為一個發言的對象 或是發言的方式 甚至它一種發言基本上它不為回應你的題目 是不斷回應官方立場 其實現在整個政權就是靠這一種自己圍爐打邊爐 自己滾下灑下灑下灑下 滾下 滾滾灑煞 來對應付外媒 應付外媒是很小事 但問題關鍵是它始終在糧食方面 特別可能是大豆 可能在各方面 因為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說中國內部的情況 但可肯定一樣就是 黃災 水災 豬瘟 母肺 或是甚至水溫之後一定會有的疫情 這五反 其實一定能養到糧食的生產 糧食的供應 糧食的儲藏 以及究竟會不會有一些省份 或某一些城市已經出現糧食恐慌 當然可能因為消息封鎖 又或者因為消息方面的不靈光 我們就是摸不到一些一手資料 但很肯定一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這個情況持續到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的話 究竟北京政權 撐人撐得住呢 如果這個圍堵令到中國的改革開放 在2020年結束 中國能否閉關呢 我們會說如果1976年之前閉關是有可能的 因為當時中國人完全沒有接觸過 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 娛樂 經濟 但如果2020年中國要閉關 我想起碼在十三億人裏面 起碼有三分二的人已經頂不順 真是身不如死 如果身不如死的話 你只有兩條路線 要麼你就死了 要麼你就反抗 到時的中國人就要想一想 你自己究竟想怎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整個對國內形勢的研判 如果我們看回對香港政策 如果香港政策其實都是一面鏡 都是一粒沙淚 如果香港是一粒沙 我們一粒沙淚看世界 我透過它怎樣對付香港來看 它怎樣對付中國大陸裏面 原來都是用了一種那三招 在那裡控制 說謊 假訊息 然後等於之前也有報道 就是說德軍騙一些猶太人去到集中營 然後殺死他們的時候 都是不斷用所謂的謊言 就是說我拘捕了一些人 要去死之前寫封假的遺書 說那裡是天堂 那裡找很多錢 然後寄給家人 家人又去 然後一車一車這樣死光了 所以其實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去到治理十三億人而已 慢慢死死死死死死得太多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是不是真的不醒呢 如果不醒其實都是它命運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搞很多事情 可能這一年或者這一年半 就繼續滿了自己的那種虛榮心 令自己開心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只捱了一兩年 你不要說一帶一路 大灣區那些什麼 那你撐得多久呢 你說香港的股市 究竟北方的資金 北方的股票繼續撐多久呢 就給你撐多一年半左右 到頭來撐到你自己國家 那些錢都沒有了 那些美金 甚至美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說美國制裁香港 制裁中國 不許用美金進行交易 可能死得重快的話 那就可以繼續自我安慰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